雷纳德与暴龙教练纳斯相谈甚欢 资料照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今下被马次交易至多伦多的雷纳德 Queen Leonard 给大家的印象一向都是沉默寡言 暴龙新任教练纳斯 Nick Nerds 却有不同见解 他表示与雷纳德相谈甚欢 甚至潦倒停不下来 根据多伦多地方体育记者Dave Fashuk报道 纳斯在见到雷纳德之前模拟了许多种情形 我以前从未跟他说过话 纳斯说 我开始想 万一他什么话都不说 我该怎么办 请继续往下阅读 纳斯说 我会告诉他所有事 关于我们进攻的种种 他还提到 如果他不说话 我仍然会充满热情的和他说 很多话 不过情况和纳斯想的不一样 他们一坐下来 纳斯率先开口问雷纳德有什么疑问 雷纳德开始抛出许多问题 对话非常轻松 愉快 和我想象的不同 他很聪明 很有吸引力 我很享受我的门的对话 纳斯说 我们可以一直聊下去 但球队管理阶层不断敲门 他们聊了45分钟后 不得不结束对话 暴龙在上一季季后赛遭骑士淘汰 赛季结束后 球团将总教练凯西 Dwayne Cassie 开除 该有助理教练纳斯 Nick Nerds 升格总教头 点赛 我可以看到你